姑主来了 姑主 姑主怎么了 姑主怎么了 姑主寒气发作 快带他去温泉 等等 子叶服了制服吧 温泉已无用 送去药炉 好 姑主 姑主 你醒了 姑主 你醒了 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呀 没事吧 姑主 姑主 冷不冷 来 来 慢点 姑主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霍公子 霍公子 姑主 醒了 我婚睡几日了 有一阵子了 Puerto 广主 库中共俺不可以 可是做了アアаешь 可是梦当墨下村的人ład 冷 好冷 冷 这暖船烧得热热的 怎么会冷呢 我 可是我的暗证 又假中了 一会儿 国主昏睡这几日 和七公子日夜守着 不是砍柴就是上暖床 也可以不曾停下过 后来 伤都好了 你的痕迹怎么样了 无碍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是死了 都是我不好 可不都是因为你 我同你讲过 只需救出小龙他们 无需为其他事情耽误 你为何不听 当时四哥老八都在现场 我也深知他们定能保证 小龙他们的安全 我也知道此事和云一共 脱不了干系 但终究没能问出来 反而连累了你 抱歉 那这回 这回总该以死谢罪了吧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你想怎么处置 写听遵便 还当真呢 不必在意 虽然没有找到真相 但好歹多了一丝线索 我相信 终有一日会真相打败的 可是你的身体 可是你的身体 可是什么 我这个人呢 最讨厌欠人家人情 这一次 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 我这药师谷里头 四季景色各有别致 有的是美景 你 不管怎么说 终究是我欠你个大人情 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定付汤导火的帮你 噓 不许 我虽婚睡了几日 但醒得也算是时候 掐指算算 昙花 应该在今夜就会开放 你平日话最多 今日可不许惊扰昙花开放 你见过昙花开吗 没有 你呢 儿时祖父总是带着我 一起等待昙花绽放 他怕我年幼坐不住 就会提前去京城的集市上 给我买许多的兔花瓷 让我边吃边等 可是每一回 我都是吃着吃着便睡着了 看过很多次昙花 却没有见过它一次是开的 如今想起来真是有趣 每回都是我闹着要看 却一次次地错过 你今天一定会见到的 希望吧 看着这昙花 这昙花 她有一些嘴馋了 想起儿时 祖父给我买的那透花瓷 若是玉上现做的 外皮筋道 里头软糯 口感甚好 精神离这不过百里 你真的那么想吃的话 下次给你带回来 透花瓷得吃现做的 口感才最好 不必麻烦了 怎么了 这道路是因为爱死了 不应该吃的 可是他今天嗓得吃饭 看着我 你们想吃什么 书要是什么 看着你 人都没有过来 真的开了 这帮你 还不想吃着 可是你看着你 柜东西呢 只有你 能让人心动的美丽 莫过于昙花盛开的瞬间 极短 却又铭记于心 彩云一世 琉璃一岁 这世间的好物 总是不甚艰牢 你以后别再逞强了 你这一次逞强 足足睡了几日 若不是醒来及时 岂不是错过了 这昙花盛开的瞬间 你要是再逞强 万一下子真错过了 什么怎么办 啰嗦 我认真的 好 好 好 那下次无论是谁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见死不救 这总行了吧 好 花开一瞬 的确可惜 云散终会重聚 琉璃若是悉心呵护 也不会破碎 唯有这花期难改 终究是短暂相逢 短短一瞬 若是能定格于心 也算是永恒 花开 花落 皆有定时 不可逆转 但只要抓住一瞬的美丽 就不虚遗憾 短短短 总行